嗨,Bob 早上好,凯莉 这株玉军箱看起来好美 你曾经为你的狗狗如何感受这个世界产生过质疑吗? 这是她看到的世界,不是特别的有趣 但是,当她利用嗅觉感知的却是另一个世界 这都是取决于她发达的鼻子 当你的狗狗捕捉到低缕新鲜空气 它潮湿像海绵一样的鼻子外部 帮助它捕捉风中每一丝香气 两个鼻孔在嗅觉上分别有不同的功能 立体的嗅觉可以帮助狗狗来判断气味源的方向 因此,在刚开始嗅的几分钟里 狗狗就开始意识到有什么在附近 而且还能判断出它们的位置在哪里 当空气进入到狗狗的鼻子里 小部分褶皱组织把空气分成两缕 一缕用来维持呼吸,另一缕为嗅觉 第二缕空气进入一个充满高度 专门嗅觉接受细胞的区域 狗狗有数亿个嗅觉细胞 人类却只有五百万个 不同于人类笨拙地呼吸进出同一丝气息 狗狗通过鼻子旁的细缝呼气 形成空气漩涡帮助吸纳新的奇味分子 并且通过多次嗅纹创建起味道浓度 但如此精妙的鼻子结构 缺乏一个信息处理组织是难以实现的 事实证明 狗狗用于处理气味的嗅觉系统 占用了比人类更多的脑空间 这些都帮助了狗狗去分辨和记忆各种人脸无法检测的 浓缩亿万倍的特殊气味 如果你能闻到一个小房间里的香水味 狗狗就能在封闭的体育馆里 闻到且分辨出它的成分 接上任何事物 每一个经过的行人和车辆 邻居的垃圾 每种树 还有栖息在树上的鸟儿 都有独特的气味信息 似乎在告诉你的狗狗 它们是什么 在哪里和朝着哪个方向移动 狗的嗅觉除了比我们人类厉害百倍 还能感知到一些无法看见的事物 一个完全分离的嗅觉系统 叫做离鼻器 位于口腔上方 检测所有动物自然释放的荷尔蒙 包括人类 它让狗狗能辨识潜在的伴侣 或是区分友好和敌意的动物 它也提醒狗狗留意我们不同的情绪 或者发现有人怀孕或生病 因为嗅觉比其他感官更原始 绕过秋脑直接连接大脑 涉及情感和本能 我们甚至可以说狗狗的感知 比我们的更直接和发自肺腑 但狗鼻子最神奇的地方在于 它可以跨越时间 旁人留下的印记 短暂停留车辆留下的些许暖气 或你最近去过的地方 做过的事的残留痕迹 如消防栓和树木 这样的地标是带有气味的告示板 记录着曾留下足迹的人们 这些人曾吃过什么 他们曾感觉到了什么 未来也蕴藏在风的气息里 告知狗狗即将靠近的人事物 在他们还未看到之前 我们看到或听到的一瞬 狗狗就能闻到整个故事的开头到结尾 一些人犬合作的例子里 狗狗通过对故事的分享和反馈 来帮助我们 用友善回应悲伤 或用进攻抵御威胁 因为压力和愤怒都能释放 被狗狗嗅到的荷尔蒙 通过正规的训练 狗狗能告知我们潜在的危险 无论是炸弹还是癌症 所以人类最好的朋友 并不是与我们共患难的谁 而是通过灵敏的鼻子 带给我们自身视线以外 新世界的狗狗 您已了解了狗的嗅觉系统 想深入了解猴子如何交流吗 观看这段视频 订阅我们的频道 深入学习